有幾匹馬值得留意的 第一匹值得留意的馬是第一場五班 谷草千二米的八號馬 天天自負 為什麼這匹馬值得留意 這匹馬也是一匹半冷的馬匹 8.2倍 如果你去實力馬那裏看 你會見到 這場同乘實力馬只有兩匹跪來 而且這兩匹的同乘實力馬都是排外檔 即是說他們又要用後賞的方式去跑 其實這類馬不是很有利 不要忘記這場是五班賽事 五班賽事那些馬的能力不是那麼高 所以遇著這樣的場合 最好就追蹤放頭的實力馬 因為這場第一 同乘實力馬不多 而且還是排外檔不利 第二 排中內檔的同乘實力馬 完全懂得加速時間指數 正的馬匹又沒有 見不到 所以這樣的場合 目標就要放在放頭馬那裏 這個大前仗是來自上季的 它就在1000 即是更加短的日子 都可以放頭馬第四名 如果你看它在1000的後段 其實它是一個正指數 即是說這匹馬具備前足 是吧 1000米都有了 而它的時間指數也是正的 好了我們再看這匹馬的所有賽職 我們所有馬不給路看這匹馬 你就會見到其實它最上兩次跑 同乘 也都是上軌 正正兩場都是跑入Q的 而且它的評分33 34分 那和現在31分 差不多了 現在還低一點 那如果你看它的跑法 兩場入Q 就包括金將 其實那位KUA 心也能這樣跑 都是放頭的 不是放頭 入Q的 不單止跑法放頭入Q 你看它的兩場入Q的頭段 都是非常之快 那就是它具備很快的前足 因為它1000都可以了 那再看兩場入Q的時間指數 也是正的 所以在這場賽事 缺乏了同程的排內檔的實力馬 而且實力馬 不多的情況之下 那這一匹的天天自負 在這場就佔有一個非常好的形勢了 是吧 它懂得放頭 不單止這樣 其實它這次還是排三檔內檔 那就是說這匹馬這場賽事 更加容易放出來 貼籃跑 那如果憑它的本身時間 而且後面那一匹馬 又不是同程的實力馬 又不是太內檔的 那形成這匹的天天自負 在這場 其實它是佔了一個非常好的 考法形勢的 OK 那當然了 加上這匹馬 是一匹半冷的馬 八點二倍 所以這匹馬 在這場賽事 是特別值得你留意的 而今晚第二匹值得你留意的馬 是第五場 四匹最短途的 谷草一千米 二號的電路七號 這匹馬 現時也是一匹半冷的馬匹 那為什麼這匹馬值得你留意 那這個是最短途 谷草短直路一千米 說過很多次了 首先最值得的馬 就是同程的放頭實力馬 特別 特別在同程 純放頭實力馬 小的情況之下 這匹的電路七號 如果你在實力馬那裡看 它是正正屬於這類馬 它是一匹純放頭的實力馬 是吧 不單止這樣 它是可以做一個 正的指數 而且它的頭段也是正的 加上它排二檔 所以也是有非常大的機會 放頭跑 那就是說在谷草一千米 這匹馬的跑法 是最有利的 因為同程的 順放頭實力馬 數目不多 那它是排最內檔 最有利 那當然如果你去 所有馬那裡看 你看到這匹馬 在上季同程贏兩次 是吧 49 54分 現在已經是 贏馬的評分範圍 不單止這樣 當然這匹馬是有 方式 上將輸兩個身位 就是前仗 是入轎 就是這次 排在內檔跑 在這場賽事 同程的方頭實力馬 其實數目 不是很多的 就是講同程的實力馬 數目不多 所以形成 這匹的電路測客 在這場 也都是建立一個 極之有利的形勢 所以這匹的半纜馬法 在這場賽事 是特別值得你留意的 如果你已經是職業排位計算表 專業版的用者 我就建議你 將剛才教你減馬的方法 運用在每一場 OK 當你有這個表的時候 其實你所浪費的時間 不多的 很容易找出那些馬 所以建議你將你所學的減馬方法 運用在每一場 這樣做 結果會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價值的 兼實力的 冷馬 OK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不知道怎樣去減馬 我就建議你 在我們的 Burling Burling Channel 裡面的Playlist裡面 特別是職業團隊 減馬秘訣的片 就記住多看幾次了 因為裡面有很多 關於職業團隊 怎樣選擇 實力冷馬的方法 以及你可以學到怎樣運用這個表 輕易找出這束馬 OK 所以你如果是新手 就建議你多點看裡面的片 當然啦 如果你還有職業牌位 計算表 專頁版的話 我就建議你 現在可以在我們這條片的下面 即是如要訂閱 請去以下 按進去 按進去 就可以立即擁有這兩個表 好了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一樣 可以輕易選出那些職業團隊 經常落飛得手那些 有真正實力 經有分頭的冷馬 OK 當然啦 如果你對職業團隊 怎樣減馬的方法有興趣 那我當然就建議你 在這裡按一按 即是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明天有新的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OK 同時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選馬的知識方面 有幫助的話 那就 麻煩在這個位置 不斷地按一個Like 鼓勵一下啦